今天我們要介紹東京美食吃貨一日遊 我們要從澀谷一路吃到橫濱 GO 首先我們早餐就來吃 想吃的飽飽飽的麵包店比龍 看第一次吃到長餐的火腔這麼多 這個應該算是我時常看過最豐富的早餐 賣相超好的 麵包不會太乾太硬而且非常的蓬鬆 然後可以吃到它的奶油味很香喔 那我現在選擇吃這個 稍微有點硬的法國麵包 它的橘子漿真的超新鮮的 還吃得吃那種橘子漿有一點點苦味 那我們現在吃飽飯要從澀谷一路走到戴觀山 小話一下囉 那其實澀谷到戴觀山只用走就好不用特別搭車 大概走15分鐘左右就到了 在這邊有錢的散步也可以發現很多隱藏的排隊名店喔 戴觀山有很多充滿時尚感的戶外空間 走累了找一下小店 小杯咖啡也不錯喔 戴觀山跟鍾木黑基本上是走路就可以到了距離 所以現在我們要去鍾木黑吃中餐 中餐就要來吃NEW IT 進去吧 這家店呢是可以看到木黑穿的日式小雀館 那我們這次行程主要是挑我們當地的人也喜歡來的名店 現在要來試吃這個是白酒奶油醬香煎木雕魚 一拿起來就可以聞到它的那個表皮已經煎出那個魚的香味 喔 它的魚啊 真的煎得非常的香 可以吃出那個魚皮的香跟魚的鮮 然後再佐一點這個白酒的奶油醬 整體吃起來我覺得非常的滑順 我現在吃的是NEW IT特製的雞肉塊 它是非常標準的日式咖哩 然後吃起來有一點點的辛辣 非常好吃 好,我媽媽準備一下 哇,吃飽囉 我們到周末黑逛逛吧 換完之後再去自由之秋 我們現在到自由之秋囉 這裡是一個充滿日雜很好逛的區域 自由之秋啊也是以甜點為名的 我們現在進到小巷來吃甜點吧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派的專門店 HOMO MON 它蘋果已經煮到滿軟的 所以把那個酸味煮出來 然後再加上它的派皮 脆脆還不錯 吃完甜點 趁時間還早 帶到附近逛逛吧 現在我啊 在這邊悠閒的走走 真的很棒 可以看到很多小店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呢 我們今天要去橫濱 喔,有點遠喔 其實還好大概坐車二十幾分鐘就到囉 嗯 我們今天所有的景點啊 都在東急東河線上 站在旁邊 吃貨之旅 現在來到了富有歷史的橫濱馬車道 我身後方是神奈川的歷史博物館 那晚餐我們來走 這是風格一點吧 我們今天要吃黃景烏 我們今天要吃黃景烏 這家店拿的是一包九 我們開始營業 已經超過一百二十年的老店了 我們今天點是壽喜燒套餐 你看這個肉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了炸摸摸PADISE 第一個 它那個蛋吃的蛋黃啊 超級甜的 我看到這個看起來肉 非常的嫩 吃起來牛味十足 還這樣適中的油花 太辛苦了 只能說,真是超好吃的 吃飽啦 幸福喔 真的 大推 吃貨必備 耶 我們吃完晚餐囉 因為現在時間還早 所以我們就要很明逛逛吧 紅磚餐廳這邊還有很多的餐廳 看你要吃第二通到第三通到都可以啦 在他店的蛋包飯製作過程很有趣 大家可以看看喔 吃飽 橫濱這個地方很多美食而且很適合散步 所以吃飽飯之後就在這邊悠哉的散步 欣賞夜景囉 我們今天的美食吃貨一日遊 就在橫濱的歐山巴西看夜景做結尾啦 最後的美食就讓我們來喝一個 橫濱限定的可口可樂吧 我是包伯 我是維恩 那下次見 掰掰